謝謝主席 我想我跟很多的議員一樣 其實都是支持今次的條例草案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飲用酒精跟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其實跟很多病痛都有很大的關係 而飲酒對青少年的老暴發育也有很大的影響 雙面癮 我們香港自從紅酒免稅之後 其實喝酒的人事實是多了 多了很多人覺得喝酒是時常 我也接觸過很多年輕人 以前偷喝啤酒 但現在年輕人已經開始要品嘗紅酒、喝紅酒等等 所以其實喝酒對年輕一代來說 現在好像很普遍 但是我們都知道 對未成年的人來說 喝酒其實對他們的老暴發育 對他們的記憶力、神經系統的發展 以及自製能力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對喝酒產生的問題 以及相關的悲劇 我有深切的體會 因為有一年 我們一群國際IT的朋友 去了CoAsia開啟一個國際會議 其中有一位朋友來自巴西 年輕、有為、又是創業家 那間公司剛剛退出了 賺了很多錢 前一天我們還在一起聊天 也有喝酒 還有在那裡騎過馬 在談未來的發展 科技發展的大方向、大計 可能太開心 那晚有一群人一起喝酒 喝到很多人都醉紛紛的時候 其中這位巴西的朋友 就是受酒精影響 去到海邊 突然之間說要跳下去游泳 大家捉都捉不住 他就真的就這樣 在海側就這樣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就出事 因為原來那裡是淺水區 就斷了頸的一些骨 受了嚴重的受傷 那天之後 雖然馬上送院急救 但是那天之後 都是頸部以下全身癱瘓 到今天仍然都是這樣的狀態 這是我的朋友 是我親身的體驗 每一次想起前一天和他一起 還騎馬、聊天 大好青年 第二天 世界已經轉變了 由天堂跌落地獄 雖然我現在都 我們朋友和他都有用互聯網聯絡 他也都仍然很熱心 雖然在這樣的狀態下 都想怎樣去用科技去幫一些癱瘓的朋友溝通 但是我親身經歷的小故事 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也都證明了酒精害人 是真是不可不防 也都真是證明了 酒精是很削弱人的自製能力 我們都聽過無數這些悲劇 酒可以亂性 酒後駕駛 也都導致很多的交通意外 我相信如果年輕人 越早開始去喝酒的話 其實對他整體的發展 和他整個自律的能力 和自製的能力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世衛一早也公佈了 也都希望全世界都立法 希望十八歲以下的年輕人 都不要喝酒 香港一直都是很奇怪的 因為很多國家其實都已經 立法禁止青少年喝酒 但是香港一直以來都是 酒吧、餐廳、拿牌的地方 才是不能賣酒給年輕人 但是你可以在街上任何的地方 7-11、超級市場 甚至現在網購 你都可以隨時 年輕人可以隨時進去買很多酒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一早就應該要處理 所以我都很同意 今次政府去立法 因為我相信如果你繼續 希望零售界只是以自願方式 避免售賣酒精給未成年的人士 這個成效是不張的 未必可以做到我們想做的效果 以及為我們整體社會的福祉來看 越早去立法例 可以幫助我們青少年 希望買不到酒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買到 以及堵塞有關的流動 令到一些網上 以及一些零售店舖 都沒有那麼隨便賣酒給年輕人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 主席就是這個法例 希望可以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令到更加多的家長 了解酒精對年輕人的磨害 現在我們在講第七條 或者請你回到第七條 明白的主席 知道的 所以我接下來就會講 所以我希望今次政府 這個立法通過了 應該是做得更加多的 宣傳教育推廣工作 去呼籲青少年不要喝酒之餘 亦都呼籲家長 不要讓青少年 尤其是兒童 去接觸到酒精 對於今次修正的條例 我相信第一部分 我們大家都沒有異議的主席 因為事實就是 如果你不去豁免一些 例如速遞員 那類外賣人士的責任的話 事實是挺難令到他們安心的 因為對一些打工仔來講 他們負責送貨 送貨我怎麼知道 我又未必知道裡面的是什麼 我又不知道收貨的人士多少歲 你叫他們去民人拿身分證 也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豁免他們的責任 這是很合理 也很應該的 但在第二部分的修正案 政府提出 就是給食環署的督察有權 去入屋搜證 這一個修正案 我們都覺得很丟頭 也都沒有足夠的理據 說服到我和我的政黨 去接受這個修正案 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 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 第二 如果真的有人在住宅裡 去銷售酒精給未成年的人士的話 這個已經是犯了觸犯其他法例 去拿搜查令入屋搜查 如果真的有人這麼明目張膽 又被有人舉報 是不是這麼難去拿搜查令 又不是這麼難 如果真的有人偷偷地在住宅裡 賣酒精給未成年的人士 就算有這個權 去食環 有權進去去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搜證可以去抓人 其實也挺難的 因為我們很多同事都說 一間屋裡有酒 一點也不奇怪 一間屋裡有未成年的人士 也不奇怪 你怎麼去搜證到 證實它是賣酒給未成年的人士呢 除非你抓到交易的過程 但是交易的過程 如果不是放蛇 又如何抓到呢 如果你是放蛇的話 你又已經進了屋 所以想來想去都覺得很難明白 為什麼要有這條修正案 特別去做這個修正案 去容許食環的同事 要入屋去搜證 反而就是 其實入屋去搜證 相信都應該是 對市民來說 覺得是非常之嚴重的 罪行 還有很有必要性才去做的 而在這條法例裡 我相信會引來很多市民的疑慮 為何政府會提出一個這樣的修正案 而這個修正案 似乎聽起來又沒有必要性 以及執行方面 也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再三研究去想清楚 究竟是否應該要提出這個修正案 今次我就無法支持這個修正案 但我也覺得政府如果回去再研究清楚 將來有足夠的理據 或者真的有實例 告訴我們 如果沒有了這個權限 其實你們是做不到你們要做的工作 可能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反而主席我覺得政府 我剛才也有提到 在這段時間和立法之後 其實我都覺得政府應該 在宣傳推廣教育方面 做更加多的工作 因為現在有時我都會見到 有些在酒樓那裡 有些桌子 譬如有些很多人在吃飯 有時候我都真的見過 有些小朋友 有些大人會覺得 你讓他試一口 酒也沒有問題 就是喝一下 就是試一下而已 沒有所謂 我覺得這些情況 在我們的社會裡 仍然都會出現 有很多成年人 可能仍然都未覺得 或者未認識到 酒精的禍害 和酒精對兒童和青少年 發育的影響 所以有時都好像 跟賭錢一樣 我們做禁賭的工作 其實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還有很多成年人 不明白 如果叫小朋友 小時候打麻雀 或者坐下地 都是無所謂的 就是玩一下而已 但是可能 就會引起了 一個青少年 對賭博 我們今次所說的 對喝酒 酒精飲品的 一個興趣 又或者喜歡了那種感覺 我們知道 逢親 對一些成癮 其實都是 可能一個人的心理狀況 就是逃避的 一些心理狀況 但是正正就是這些 好像賭博 酒精 上網 甚至色情 很多時候 就是可能 小時候 曾經試過一些感覺 當你心理 面對一個很大的壓力 很想逃避現實的時候 你就會找這些 一些感覺 去逃避這個現實 而偏偏 酒精 和賭錢 這些 都會引起 一些醉紛紛 或者很high 很飄飄然的感覺 是很容易令人上癮的 雖然 香港 我們經常說 上癮要戒 我們都是戒毒為主 我們經常說 毒品害人 影響一生 於是政府 都做很多很多的宣傳 推廣教育工作 就是 呼籲青少年 不要去吸毒 但是在對酒方面 做得不夠足夠 所以青少年喝酒 似乎是很普遍 而大家都不明白 其實酒精對青少年的影響 其實一樣是可以很深遠的 所以我希望 政府在宣傳推廣教育方面 可以做得更加多更加好 尤其是呼籲家長 留意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 早點跟他們說酒精對對的影響 其實呼籲青少年不要喝酒 和不要吸毒 或者不要賭博 其實都是我們整個社會 政府和我們家長成年人的責任 希望政府不要只叫青少年不要吃毒品 也應該呼籲青少年不要喝酒 和不要賭博 主席我謹致陳先生 所以麻醉 凳